而因應全球發展 台灣的國合會也打算要推出 可信賴的AI對話引擎 而國網中心也有相關的投資 以CPU架構來看的話 台灣3、4號將會在近期招標 對於CPU、GPU架構的台灣山5號 目前還在規劃 美國總統拜登出席總統科技顧問會議 表達對於人工智慧發展的關注 他認為AI可以協助人類解決疾病 氣候變遷等問題 但同時也要面對社會、經濟、國安等潛在風險 而其中關鍵就在這些科技公司 對於AI是否危險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3月底就已經和許多的AI專家和業界代表們 聯署呼籲電停訓練比GPT4還要更強大的AI模型 但由ChatGPT所引發的國際AI競逐可以說是勢不可等 台灣國客會也加快腳步在推動可信賴的AI對話引擎 國研院俠俠的國網中心 有超級電腦台灣山1號、2號和3號 其中2號屬於GPU架構 是用於類成精網路還有深入學習領域 但它使用的GPU和開發了ChatGPT的OpenAI還有一段落差 其實GPT它用了1萬張GPU在進行訓練 好像台灣山2號只有2000多張 而且它一張是我們這邊算力的3.5倍 所以有人講說現在是算力就是國力 國網中心指出因應全球AI持續發展 目前規劃GPU架構的台灣山4號會在定期招標 對於明年6月之後開放 至於GPU架構的台灣山5號還在規劃當中 記得可驗君初步才 特別報導 台東南迴藝術記的以上裝置藝術 這3月初